7月7日鬼门大开 一桩老张竟忘记给阴魂开门 导致鬼魂无家可归 化为厉鬼 肆意报复 他自知犯下大错 于是特意请来捉鬼公司帮忙收服 而这个捉鬼公司十分厉害 不仅提供商门服务 个个还本领高强 这个身材小的男人叫阿爱 专门对付国产鬼怪 他拿出法器笔画一通 朝着鬼魂一声 鬼魂瞬间定住 旁边拿枪的家伙是阿青 他主要负责高科技抓鬼 尤其擅长国外老鬼 老板大傻是个混子 主要负责收钱 捉鬼公司接到生意 一行人便立刻赶到异庄 结果等他们赶到时 老张已经被恶鬼附身 只见他脸毛绿光 透露180度旋转 阿青他们察觉异样 赶紧拉下服印 鬼魂当场现身 可紧接着又找到下一个提身 眼看阿爱女友又被附身 阿青急忙拿出鬼魂头映衣 恶鬼无处遁形 就在此时轮到阿爱上场 他一身钟馗装扮 拿出唐木剑 直接将恶鬼相扶 大傻这才又狠狠赚了一笔 不久后 他们又接到另一单生意 这次是在家酒店 对付一颗外国黑鬼 阿青拿出透视眼镜 一眼便看出鬼魂方位 加上屋内的女人行为怪异 猜测这个黑鬼想要彩阴不扬 正想怎么阻止之事 不料老板大傻进来 他见屋内场景 还以为有便宜可占 于是自告奋勇 舍身制服黑鬼 结果没想到 中了阿青阿爱算计 直接被鬼压床 黑鬼现身之后 阿青赶紧趁身追击 来到另一个房间 却不想刚好撞上酒店女房客 结果黑鬼是成功收服了 阿青也被当成了心理变态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也算不打不相识 原来这位女房客 是来自内地的女干部小宇 主要负责运送股市展览 而阿青他们的猪鬼公司 正好接到游乐场的一单生意 游乐场老板想要利用 展示股市招揽生意 而经理查理想借机多捞油水 于是向老板提议 让捉鬼公司过来开谈作法 以便博取头条新闻 老板一听 觉得计划可行 当即便让他们准备起来 展会上阿青和小宇再次相见 没想到这次矛盾直接升级 小宇因为从事科学研究 根本不相信鬼神一说 他认为阿青他们 就是在装神弄鬼糊弄人 而阿青他们却发现 此地十分凶险 如果强行把股市放到此地 恐怕会引起失变 正当双方撑职不下时 刚好经理查理出现 他得知情况后 非但没有终止展会 而且还把阿青他们的法坛挪开 这样他便又可以多捞一笔 阿青他们见此情景 只好将法坛移到一旁 就在此时楼顶突然跳下一人 直接砸中其中一具 阴甲股市 鲜血渗入木箱内 阴甲股市泛出悠悠蓝光 下一秒木箱瞬间炸裂 股市复活 可奇怪的是 股市并没有打开杀戒 而是禁止离开 正下小宇直接傻眼 两具股市凭空消失一致 他该怎么和上级交代 好在阿青他们不是记仇之人 想出一个办法 他们让阿艾假扮股市 躺进棺材 企图在展会期间 蒙恨过关 结果展示当天 阿艾太过无聊 不知不觉竟然睡着 隐约中他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看见那具 银甲股市夜闯金大理寺 寺中僧人纷纷惨死 直到一个神秘僧人出现 银甲股市才停止杀戮 可梦中的迷烟太重 阿艾没有看清僧人面貌 梦醒后他将梦境告诉其他几人 但他们却认为 阿艾市玄幻小说看得太多 走火入魔 可几天后 报纸刊登了一则新闻 大理寺遭遇歹人细节 寺里丢失了一本《大藏经》 由此可见 阿艾的梦境是真实存在的 仅为了验证想法 再次让阿艾入梦境 这次阿艾看清僧人面貌 正是游乐园那天跳楼之人 他们为求真相 查到死者信息 原来死者是游乐园的清洁工九叔 他修炼邪术 利用血迹 复活古银甲古诗 盗取《大藏经》 目的就是复活 大魔神也就是另一具古诗 他想通过邪术控制整个世界 就在他们得知事情来龙去脉时 另一边的银甲古诗已成功地让大魔神苏醒 如今阿艾他们的时间不多 只能抓紧时间 寻求对策 这时小宇拿出一张羊皮卷 他说此物是随两具古诗同时下葬 想必上面一定会有克制之法 于是他们细心研究竟发现羊皮卷上有一些奇怪的符文 小宇本事研究人员念出符文内容 没想到阿艾的女友突然富通难赖 口中还吐出一颗金丹 小宇见到认出这就是传说中的金珠 众人还没来得及震惊 一道白光闪过 竟凭空出现一幅画卷 画上仙子直接复活附身阿艾女友 仙子表示自己是阿艾女友的原神 并告诉大家 几千年前 大魔神贪恋她的美貌与银甲古诗合伙 欲对自己行不轨之时 还好阿艾前世青悬剑侠出手相救 才得以保持清白 可惜青悬剑被银甲古诗偷袭 当场惨死 关键时刻 降龙俯虎出现 几番交手终于将两具古诗封印 如今大魔神苏醒 如果让她得到金珠 后果不堪设想 事到如今想要消灭两具古诗 必须找到当初封印他们的地方 那里是吉阳之地 结合天时地利 或许能贫死一波 阿青他们提前布置好陷阱 等到时机成熟时 再用金珠做诱饵 果然两具古诗被金珠吸引 很快现身 阿青和大厦则扮成降龙俯虎 靠着机关陷阱 成功算计大魔神和银甲氏 可假的终究还是路线 大魔神很快发现端倪 眼看阿青他们就要抵不过 仙子再次附身阿艾女友 他施法丢出金珠 直奔大魔神回去 关键时刻 银甲氏护主挡下致命一击 灰飞烟灭 眼看大魔神就要拿走金珠 轻急之下 阿青他们丢出阿艾 阿艾趁机吞下金珠 召唤出前世 阿艾化身清玄剑侠 和女友元神双线合璧 战斗力瞬间爆棚 阿青他们则利用镜片反光 映射太阳之光 顺利将大魔神消灭 最后清玄剑侠和仙子 化作一对神仙眷侣 飞神化眷 而阿青他们的捉鬼专门店 也因此一炮而红 忍描cios